請務局長 高雁你好 我本來是因為健保局 這個組織法 想到老保證怎麼 剛才聽你說很煩惱起來 可能未來還有一大堆單位 可能是因為地方一波中央 甚至一些事業單位 健保局這個事情 讓我們想到什麼 他當初 是為什麼會移撥 就是什麼 臉中獎金嘛 臉太高嘛 健保局一直虧臉中獎金 所以乾脆就把它修法 變成公務人員 所以 可不可以說是要我們給一塊我不敢講 但是結果呢 根本跟整個精簡的方 方向是 背道而馳 他是改制啦 應該說 中央健保局是改制 那當初為什麼沒有一開始就當公務人員 你想說有他的考量嘛 他這樣 等於是一個 不應該用公務機關來 來辦嘛 要不然一開始就 就直接變成是公務機關 直接招考人就好了嘛 那現在是有點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社會公感不好 就想盡辦法去修法 這個歷史上我想到什麼 現在就在罵 中油不應該領獎金 那罵中油公務又反彈 反彈以後 會不會過幾天又兇了法律進來 又把中油公司改成是公務單位 我看那個是 絕不可能啦 那可能性太低了 你要用什麼保證 他的任務屬性完全跟健保局不是一樣的東西 那個應該沒有空間啦 應該沒有空間 為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健保局原來也是號稱是民營單位 公營事業的民營化 公營事業民營化這個路子 其實很多年來一直在走 那健保局他本身 他本身是依照國家健保的 所設計的一個承辦單位 那個屬性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那不一樣 為什麼當初不直接就有政府單位 你在國外 很多根本都是民營單位在做的啊 市有 大部分是啊 不是市有而已啊 所以一樣啊 他 你本來就 沒有把他當成公務人員 就是一定有那時候考量嘛 那你現在考量 我一直考量 只是說因為他領的太多年 兩金社會公安不好 所以才大當幾乎去修法的嘛 那以後 你說中油不可能 那有沒有其他的 這有拉包局 那拉包局有沒有可能 這個 這個都牽涉到 你又不敢講 所以你不曉得這個 後門開多少嘛 所以我們才會想到說 那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這麼辛苦 在那邊討論在幹嘛 然後又搞了一個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後門條款 這真的就後門條款啊 這個 這個第四條的第三 第三項就後門條款啊 法律另有令定 另有規定 或本法實行後 因組織改制或 地方政府業務移撥中央 所增加的就不受最高原則的宣誌 那你這個就是 預留伏筆嘛 這個 你說 都看不到會不會煩惱 不是 這個 我們是用法律 它不包括 行政命令啦 局長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還是要 當初 違警法法 也是法律啊 還是被宣告違憲啊 對不對 宣布長在這邊啊 他也是法律啊 他也是刪徒通過啊 違警法法也是宣告違憲 他也是法律 也是立法院通過啊 雖然是老賊通過 只好程序有走完啊 你不能講二法一法啊 我當然知道你 形式上表面上會 會注意嘛 所以有這個條文嘛 那現在所以才會 剛才才會 你才答應我說 你要回去請你們的 法律委員會研究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 你不在跨公公 我們現在三分 沒有辦法三分之一 沒辦法提出視線案就 有違憲的 之餘你都不管了嘛 局長你來這邊 我看也很有使命感嘛 你也不希望你在你任內通過 是有可能違憲嘛 所以請你先研究一下嘛 那到底 這個研究出來之前 我們適不適合通過這個 或者說 就剛才這麼多問題 各部會 都有他的考量 到底要不要再 做一些全盤的討論 不是為了通過而通過啦 高委員我向你 我向你報告一下 這是馬英九的支票嘛 你們想趕快兌現嘛 但是也可以跟他 中時回報一下 就是有這些問題啊 如果沒有這問題 早就過了啊 從來的反應為什麼不過 那 現在有些問題 就像剛剛講的 好 你好歹 中央政府組織法 有開了公定會 那這兩個 這兩個法沒有法 總管法沒有開嘛 而且我坦白說 我都覺得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 這其實是你們關中院長先提出來的 他說他希望未來的公務員 不再是所謂鐵網板 不是考上公務人員就可以做到退休 現在國外很多標榜什麼CEO治國啊 李明博選的時候也說 也用這個口號啊 那CEO治國 他很多理念是要貫徹的耶 局長問你 全世界有多少國家 啊 有像我們一樣規定 公務人員是終身保障的 你跟我講比例就好 也不要說幾個 這個全世界公務員裡面 對長任文官終身保障的 那非常普遍 只是他長任文官的比例多寡 各不同而已啦 這是非常普遍 長任文官一向都有成分保障 多寡 就是說他有一定的界定嘛 不是像我們現在所有的 從減一到特任全部保障吧 那你跟我講說 哪幾個主要國家有像我們這樣 你考試進去 從普考考上 從減一 甚至從公有 從所有的 你有職人的開始 到特任官 不要到特任 你說有那個政務任用 公有 公有 既公公有 不是長任文官 好啦 全世界哪個國家 像我們說從 第一職等到第14職等 都通通保障的 主要國家你跟我講 長任文官各國都有充分的保障 你剛才自己講說 他們縣市沒那麼大 我現在講說 從 一職等到第14職等 全部通通保障 我們現在是這樣 不然啦 我們很多人在委任 大家都一直上不去 兼任了也很多 沒有說 當然沒有保障啦 我是說保障終身 對 長任文官的體系 才會有保障終身 但是他如果犯錯 兩大過免職 烤雞丁等 照樣免職啊 本來就有嘛 那問題是 你除了這個 特殊的規定以外 對 我們標榜的就是 他是終身保障嘛 那這個 到底就一個 標榜所謂CEO 治國 我要引進企業效率 這根本是衝突的嘛 有哪個企業說什麼 規定說 你這要考進來的 除非 除非你 你無公子的錢被我抓到 或者礦止幾天 我才能開除你 他本來就可以用機效來掛帥嘛 是可以在考計法 加強這一方面的要求啦 但是你說 你甚至可以標榜說 我們要提高這個效率 比如說工人員 每年就是 五趴 或者幾趴 是要 有淘汰機制的 是有退場機制的 這個不是更符合這個效率 退場機制有建立的必要 但是不能用比例啦 因為公務員 他這個 他的錄取率非常低 能夠進來當公務員的數值都很高 你們就是這種心態嘛 就是很難考 考上去要保障他嘛 真正不好的請他走路 不能說按一定的比例 這跟一般的企業性質不一樣 那全世界所謂企業化的這個組織 其實也有很多討論啦 也有很多討論 那不是說 通通能夠適用在各國的公務機關 這個我們可以再討論嘛 這個我們也可以再研究各個 主要就是這種精神 這種態度嘛 就是你 我們就是習慣說 工人就是一定要保障 哪有這種事情 不是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那個工人員考計 那如果說就這個問題 你也覺得需要討論的話 那麼 總委員法就更應該討論啦 如果討論以後覺得說 即便沒有像我講的說 用一定的比例 但是要定一個標準 你可以在總委員法裡面做一個宣示的話 那不是更符合你們馬英九的改革的形象嗎 所以 局長 我們真的誠懇的 那你呼籲 有這麼多問題 那 講話講話講 會要會不會算 那個 各位 向你說明一下 我們在第八條裡面 第八條裡面也強調啦 對不適任的人力採取 考核淘汰之前等等 這些管制的措施 我們希望 所有的人力 真正是能夠為人民做事的 我們想法跟高委員的想法是很接近的 好不好 那 這水可能很大的水 你怎麼知道啊 真的啦 開工定位啦 謝謝 謝謝 謝謝